大家好,我是熊王 今天先介绍好吃的 然后再介绍运动 今天做一个豆腐蒸虾 用豆腐和虾搭配在一起来蒸 既能保持豆腐原有的味道 又能吸入虾的鲜味 豆腐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虾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低脂高蛋白的美食 蒸的菜也比较健康 营养流失的较少 勤快点的可以自己做杏仁蛋豆腐 我把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不想做豆腐的,不去买现成的豆腐 豆腐切块切条或者切成自己喜欢的图案都可以 把切好的豆腐放到淡盐水浸泡一会儿 这样可以去一下豆腥味 在Costco买的虾已经去好虾馅了 虾中放入料酒搅拌一下 腌一会儿 这样可以去除一下虾的腥味 摆盘之后加入多种颜色的胡萝卜 适量的玉米粒 这样汗水蛋白质就都有了 加一点点黑豆豉酱调味一下 放入锅中 水开之后大火蒸10分钟 撒上葱花就可以吃了 30天健康饮食 我的目标是保持体重 这周的锻炼计划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制定自己的锻炼计划 适合自己的就好 其中每次安排两个部位 一般是一个大肌肉群加上一个小肌肉群 每次锻炼之前要热身10分钟左右 正式锻炼60分钟 锻炼完要记得放松和拉伸10分钟 今天练胸肌和弓三头肌 今天介绍的动作是弓三头肌推举 这个动作可以站着做 不过会对背部施加较大的压力 最好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 双手握住一只哑铃 用手拖住哑铃的一端 手臂向上伸直举过头顶 上臂靠近头部并垂直于地面 这是动作的起始位置 保持上臂不动 小臂以半圆形轨迹向头后降低哑铃 同时吸气 然后收缩弓三头肌 将哑铃举回起始位置 同时呼气 谢谢收看 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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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见